2500入手的一台三星顶级旗舰 去年的S20U 这些机器的话是一个换过后盖的机器 除了换后盖 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程式的话是一个九星的这么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屏幕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瑕疵 就换一个后盖 机器的话是一个美版的手机 然后目前更新的一个三顶一的追星系统 美版的话它跟国汉一样 能够在线推送追星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更新的 然后它是一个12加128G的内存 只能支持一个单卡 所以说双卡的话根本就不适用了 这台机器的话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6.9英寸的超大屏幕 特别大看到没有 正大八景的顶级旗舰 一个120Hz的刷新率 一个2K的曲面屏 微屈的不是那种弯曲糊涂特别大的 整体世界感受还是非常棒的 这块屏幕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三星的屏幕的话 你大爷依然是你大爷 这一点没得说 然后支持一个杜比全景深的双扬声器 以及一个Z轴的线性马达 玩游戏的话 肯定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啊 当然你这样去看小电影的话 嗯 娱乐感也是特别强的 可以去体验一下 手机的话 是一个高通效能865的处理器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娱乐图去跑了一下 随便跑了一下 跑了一个65万分的这么一个成绩 符合865的性能 玩游戏次期 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整体实际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买三星 我给大家说一下 想省钱又想体验顶级期的话 隔年买绝对是非常大着一种优势 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就首发吧 就当我这句话没说 这台机器还是挺优秀的 最大支持一个100倍的数码变焦 以及1亿的箱头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体验不出来 因为距离太近了 这是我在外面随便拍的一张照片 看到没有特别美 对不对 这个相处还是特别给力的 这手机 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100倍的 它现在是1亿的 你看到 然后把它切回正弹画面 就是这样子了 美不美 最大支持一个8K的视频录制 拍摄牛 然后屏幕牛 影音娱乐都牛 饥荒还是真饥荒 还是隔代买的像 手机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也就在一个2000多的这么一个价位 大家就觉得这台机器怎么样 可以评论一下 然后支持一个频率指纹解锁 解锁速度的话还是非常快的 吸屏也是可以解锁的 当然你要找准位置 它的位置在这里 在这里 我看 基本上就描解了这么一个情况吧 找准位置以后 找不准的话就没用了 你看 我没找准 在这里 这么一台机器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评论再见